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投资最容易的频道 又来到10月份 说完银行定期存款的比较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看完影片,按赞好 银行定期存款当然跟美国议息有关 在上一个会议,9月17、18日 美国联储局在过往3年第一次 一口气减息减了两口,减了0.5% 下一次开会将会在 美国时间11月6日至7日 在印了这么多银行的情况下 就算未来减息,也很难去到2019、2021 差不多去到零息的阶段 或者可能维持在两厘左右 但现在距离两厘,也仍有一些阶段 现在市场说,不是不减息 而是会不会减息的速度加快 我们看回最新的新闻 Blackwalk CEO 说 美国的减息空间或较预期少 最新的新闻联储局主席放英 表示,联储局减息的幅度 就会逐次考虑,回议考虑 在11月就减4分1厘升温 看这个走势,未来11月就有机会减一口息 今天就减4分1厘了 市场又怎样看呢? 市场预期暂时最新的数据 例如,未来减一口息的减率是70.4% 而认为会减两口息,即是半厘的 就有29.6% 而去到年底,还有一次议息会议 就会在12月18日 暂时市场预期最少在现阶段减多两口息 可能落到4厘,至4厘25厘的基准利率 好了,我们又看看美国10年债息的资息率是怎样走 如果跌回到2019年最高息率 若是3厘左右 那便延加一段3厘7厘6厘 可能还有三口息落 然后看看最新一期,不同年期的 美国债券息率 4个星期,8个星期,3个月,6个月 仍然有4厘以上的 去到一年期,即是52个星期 大家会看到,资息率是3厘9厘6厘 而两年期是3厘6厘 10年期是3厘7厘6厘 大家会看到,息口到挂就消失了 两年期息率就低于10年期 因为之前息口到挂 都差不多玩了年半至两年 都相当长的一个时间 跟息率密切相关的 其中一样当然是 流雨按揭息率 最新一期,香港银行同业刷息 现在正在做4.345% 加上H加1.3 实际息率是5.645 如果是最优惠利率 P-1.75% 现在最新的 P是5.625% 再减了之后 实际按息会是3厘875 在两个里面会选个低一点 因为私领会选个低 所以现在新造按揭息率 就会在3.875% 基本资料跟大家说了 之后进入最新一期的 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 大家之后会看到 全线下跌 下跌的幅度都相当多 不要走开了 股票市场炒到热烘烘 如果你想开一个证券户口 最近这期 很多证券公司 都提供不同的优惠 如果大家想开一个证券户口 可以用下面 相关连结 赚钱的同时再赚上优惠 开定一个半个旁薪 炒一下新股 买一下股票 又未尝不可 第一间中国工商银行亚洲 网上定期存款优惠 赚完定期存款 介乎50万元到80万以下 3个月3离2 6个月2离9五 12个月2离75 另外它还有一个 全新资金定期存款推广 推广日期去到10月31日 如果存款金额港币 80万至300万的话 38日2离9 98日3离3 188日3离1 如果银码再大一点 300万或以上 那就会是38日3离 98日3离35 188日3离2 如果是入门级的工人财富 理财金 理财衣时代 或者综合客户 港币10万或以上 38日2离8 98日3离2 188日3离0 第二间 汇丰银行 赚完新资金定期存款 如果是却月理财专上客户 存款期3个月3离5 6个月3离2 存款金额 港币100万或以上 如果是汇丰卓月理财客户 同样 3个月3离5 6个月3离2 而汇丰温的 就会是3个月3离3 6个月3离 然后到第三间 中银香港 新资金特优定期存款 如果你是私人财富 或者中银理财 3个月3离 6个月2离9 大家开始发现 定期存款的利息 由最初5离高位 然后慢慢到4离5 现在3离都守不住了 有时看到利息低于3离 就可能会不会买股票 债券或其他投资产品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加上最近 股票市场就大升 同期大家会看到 香港银行同业刷息 的息率其实是升了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多了资金 拿来炒港股 所以导致资金市场比较紧张 如果真的这样 那下次可能定期存款利息 就有机会不跌那么快 第四间 中信银行国际 它有一个大富翁存款 可以专享颜外年利率高达5.28% 详情就是这样的 由2024年10月1日到30日 存入合资格新资金 并且登记大富翁存款 就可以专享颜外年利率高达5.28% 总共分三阶段 无论是合资格新客户还是现有客户 第一阶段登记日期起到11月30日 1.08% 第二阶段12月1日到31日 2.28% 第三阶段 2025年1月1日至31日 就会有5.28% 第五间 大中银行香港 港元定期存款 存款金额 1万元至50万 三个月三离四五 六个月三离二五 十二个月三离一五 三个月有三离四五 暂时来说都算比较高 第六间富邦银行 个人客户经富邦Plus手机应用程式 以港元 不论新购资金 开立指定定期存款 均可享 特优年利率 如果你是存款金额 港元50万或以上 三个月三离四 六个月三离三 十二个月三离三 如果落分行做定期存款的 存款金额等值港元100万或以上 三个月 三离一 六个月三离 十二个月三离 如果银行香港不是很多的话 你会发现了 它的息率就比较低 是要到达它最高门栏 那息率才比较好 第七间 恒生银行 港元定期存款 特优年利率 存款金额 港元一万或以上 无论你是优越私人理财 或者优越理财 又或者优胀理财 三个月三离三 六个月三离一 另外 这一期恒生银行推出精选网上 专享定期存款优惠 做的是四个月定期存款 但优年利率都是三离三的 第八间 渡达银行 二十万或以上新资金开立高色马拉松活期存款户口 并且维持这个金额到2025年2月3日 就有迪士尼荷里活酒店 魏彩厨晚餐自助餐 两位用 详情大家可以看回 他官网条款及细质 这个高色马拉松存款同样分三阶段 港元存款 第一阶段 由开户日期起到12月1日三离 第二阶段 12月2日到2025年1月1日三离二 第三阶段 2025年1月2日到2月3日三离四 第九间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继续月月珍惜储蓄户口 港元高达2.5% 由9月13日到10月15日 客户只需要成功开立月月珍惜储蓄户口 以及登记月月珍惜优惠 并于存款开放期内 存入资金 可以专享高达2.5% 港元活期储蓄年利率 优惠年利率 存款金额5万或以上 第一个月 一例 第二个月2离 第三个月2离五 活期存款来说算不错 但如果跟定期比 那就差很远了 第十间 升展银行 网上定期存款优惠 港元存款額5万或以上 一般升展客户三个月 三离二五 六个月三离二五 十二个月两离五 这是新资金的利息 如果是现有资金 三个月三离二五 六个月三离二五 十二个月两离四五 这次新资金三个月和六个月期都一样食率 只不过12个月期是少0.05% 第十一间 东亚银行 网上赶完定期存款 特惠年利率 如果是至尊理财 存款金额 一万或以上 三个月三离二 六个月两离九五 十二个月两离六五 然后到第十二间 招商永龙银行 存款金额 港币五十万到一百万以下 三个月三离 六个月三离 十二个月都是三离的 这个要用招商永龙银行 手机APP去做才有这个利率 第十三间Citibank 全新效果定期存款优惠 港元定期存款高达3.5% 帮大家整合了个表 可以看回不同银行的定期存款 我们看回三个月期 哇,这次厉害了 汇丰银行以三离五 以最高的利息 贯着所有银行 然后六个月期 最高的富邦银行三离四 仅随其后的 公银亚洲和大众银行三离二五 而十二个月 大家看到了 普遍都少过三离 而最高 富邦银行三离三 公银亚洲都是三离三 报法银行做不到这么长 新鲜热10月份的定期存款 就说到这里了 下一个月再见,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